哼 又要去搬妆了 姐妹 我告诉你个秘密 其实我是个富二代 我家里有矿啊 我终于等到这天了 黄金矿工的矿马 让你先为我俩买看看水 嗯 继续打工 真是富二代啊 那你之前怎么不说啊 吃饭都要做A 秘密到过去的 主要之前不是没继承家产吗 而且家里人不让我 姐妹 以后再看你养我了 要是我也是她闺蜜就好了 你生日快到了 送你的电子包包 这 哎呀 包包买了早晚也不快 一百八十八万 等会儿去吧 还有 你之前不是总说 想去那蒙古大草原玩吗 对啊 我直接在草原给你买了个牧场 想玩 随时就去 姐妹 这也太好了吧 等会儿 这不会是你要过买的别墅吧 我怕你选择困难 直接给你买了两栋楼 哎 以后做我的闺蜜 要严格遵守三规四得 高定时装五川德 高家别墅住德 第一次新餐厅去不得 劳斯莱斯做不得 尊密 我最近真的太走运了吧 我得赶紧去买个彩票 不然浪费了我的好印象 走 小姐居然对闺蜜这么好 我要是成为小姐的闺蜜 岂不是就发了 就是这儿了 走 你好 给我来两张三十元的快乐吧彩票 好 发什么单呀 买彩票还就结 我只是刚看到 原来买彩票还能助力 公益世界发展 这样都有意义啊 要不我们会了解一下 不愧是我闺蜜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 这个具体是总是做公益的呀 其实大家购买的每一份福利彩票 都有部分比例的金额纳入福彩公益金 比如你看这张三十元的快乐吧彩票 其中就有九元纳入福彩公益金 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于养老 医疗 住学 就业 灾灾 乡村振兴 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 皆多项民生工程 比如福利院 敬老院 乡村小学 乡村公路 都能看到福彩公益金的资负项目标识 现在内蒙古还有快乐八月一起造福的赠票活动 这张彩票也算是名为公益事业 赠前自己的一点力量 确实不错 那我以后每天都来记住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了 机会了 小姐这么巧 我也很喜欢福彩快乐吧 能不能也送我一张彩票呀 当然可以了 反正都是做公益嘛 看来我还是有机会跟小姐做闺蜜的 小姐 刚好我也喜欢拍照 可以带我一起吗 可以呀 她跟我一起合拍了 看来她接受我这个闺蜜了 小姐这么巧 我也喜欢喝这口味的奶茶 那这杯给你吧 正好下单的时候多买了一杯 舅舅 我买了你这喜欢的奶茶 买奶茶都选着我 看来她是完全把我这个闺蜜放在心上了 小姐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感谢你评识对我的照顾 谢谢 那小姐还有我的 解决掉她 我就是小雨姐唯一的闺蜜了 九九 小姐生日你居然下着她 你到底按的什么行 我是小雨仔 我没有 这不是我送的礼物 真看不出来呀 表面上跟小姐关系好 背景里居然是这种人 我相信九九 她说没做 就是没做 恐怕是有人想陷害她吧 小姐 你看我干什么 我们都是朋友 我怎么会对你做这种事呢 你别多信 反正家里都有监控 到时候查出来 就直接报警处理吧 礼物是我换的又怎么样 我们俩都是你闺蜜 为什么你只偏心她 我只是想要一点闺蜜的宠爱 这有错吗 我可从来没有承认你是我的闺蜜 我的闺蜜自始至终只有九九一个 我对你好 是因为你在做保姆期间 把九九照顾得不错 但是现在 你越界了 小姐 我只是一声糊涂 你逗我可以原谅你 但你逗我闺蜜 你算是踢到铁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